这时候的违章 这个是大杂宴 大杂宴 为什么这两三棵的这个什么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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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树会长得这么好 有人说他一百多 说我没有啦 刚才讲的一样啦 因为 他这里有利鲤啦 利鲤后来拆了以后 他就这样 这个违章 啊龙树就长出来 长出来以后就没有打扫 对不对 就长到现在 所以这个是怎样 房子是老的 这个是新的 树是新的 树是战后不打扫长出来的 那有人就 推算他有一百多座 我说没有啦 日本走到现在大概八十岁啦 那你就知道这一段历史 有时候 没名没名 你要去问地头皮 地头皮啦 不知道因为龙人如果不知道 锄头不知道的话 你是要去问谁 问老树 老树会跟你讲历史 不会骗 因为你有老照片可以对照 所以这不敢骗 有的人乱编 这样子我接